在我就不说哪家了吧 这个说明的不太好 在别的医院处理 当时的比较疼 外道的这个栓色物 没有能够完全清理 节点的医生怀疑 是外道胆脂瘤 想做CT之类的进一步检查 患者有点犹豫 就跑到我这了 说实话 我听他说外道胆脂瘤的时候 眼睛一亮 因为好久没处理 这个外道胆脂瘤了 但是呢 用耳裂镜进去一检查 觉得有点失望 因为凭我的经验 这个应该不是 如果是老看咱们视频的朋友 也应该能看出来 这个外道胆脂瘤的 在耳裂镜下的表现 和定领有着很明显的区别 它主要是对周围 外道皮肤和骨骼的 这种挤压式的破坏 像这个病例呢 没有这个单子瘤的典型表现 反而是更想叮咛 但是这个病人呢 在当其他医院处理的时候 确实也点药了 但是中间隔了时间比较长 因为他当时我中间 上周不是上个月 不是当时有停诊吗 挂号也比较麻烦 可能就隔了一段时间才来看 结果这个第二季对于这个 穿色物的软化呀 作用已经消退了 说得俗点就已经全干了 干完以后 这东西反倒成一个塑形的一个块 卡在这 当时想用夹子夹呀 想用勾枝取 这是一个小姑娘啊 比较怕疼 确实可能刚开始 在别的地儿 操作的时候啊 他们的心气啊 也对外道造成了一定的损伤啊 你看这个 外道后壁的这个皮肤啊 都有这个血架啊 所以我当时想直接取的话 他有点接受不了啊 但是如果说赶上一个比较 扛得住的可能也就直接拿掉了 东西不多啊 明显的有这种松动的痕迹 这种在没取没完前取之前 我就觉得这东西应该不是外道单指流 这种情况怎么说呢 外道单指流很容易就被误认为是叮咛摔色去处理 这点是很常见的 但是呢 普通的叮咛被当成外道 咱只流去看待这个有点少啊 肯定是赶上了 那怎么办呢 直接取他怕疼 那就先稍微给他软化一下 耗了大概有半个小时吧 就是这是今天上午吧 我印象啊 今天是我们这日啊 半个小时以后 当然把它完全软化是不够的 这个时间 但好歹他这个边呢 不像刚开始那么坚硬啊 在操作的时候 你看已经有点松动 就是用双眼水泡的 说的再俗一点 其实就是把它周围润滑一点 有点液体把它润滑一点 因为之前那个确实比较干燥的时候 身往外拽啊 它在外道上摩擦了 这个确实好不舒服 所以啊 有的地方让 有的医生让病人去点香油 这个 怎么说呢 其实就是一个无奈之类的选择 如果没有合适的第二季 这玩意儿 一加就往回跑 还得上钩 吸到这个位置以后啊 拿钩汁把它挑出来 它这个边呢 被液体浸泡以后啊 就不那么硬了 其实也没多大啊 就最后一点卡在这 这样子就可以完全排除 这种胆质瘤的诊断了 所以说 合适的工具啊 这个 合适的操作技巧 决定着一个疾病的诊断的 走行 记得去开会的时候 开我们同门师兄弟会议的时候 这个老师曾经说过一句话啊 总是说评价一个手术 对一个疾病的影响各种因素 其实这个最主要的影响因素 就是手术的手术者 手术的这个 第一 我们叫主刀吧 这个任何操作都是这样 同样一个操作 不同的人操作下来以后啊 这个结构可能能差好多 好 这是前面一个普通的叮咛顺色 这个呢 前面那个相对处理比较简单 这个 这个大家其实可以看出来啊 一会儿我不说 你们应该能够感觉到 这个操作画面跟之前 明显的不一样啊 等会儿咱先看一段 先卖个罐子 耳道里的东西没什么特别的啊 这种丁丁块啊 像这个怎么说呢 月饼馅之类的啊 至于什么线大家自己看 老的粉丝朋友应该能够感觉到啊 现在这个画面有点不对啊 画面 一直在有一种有节奏的这种抖动啊 这是咱的 这也是咱的一个粉丝朋友的家人啊 他当时也是耳朵流水 以为当中而言治疗了很长时间 他自己呢 是耳朵有真觉啊 当时给他处理的还不错 他这个后来终于 他的老人嘛 有时候身体不太好 不太愿意出门 恰定决心把这个家人给鼓得来了 大家可以看这画面 耳道里的东西没什么 但这画面明显的抖 这个操作的这个老人呢 他有帕金森 这个是控制不住的 这个不是他愿意不愿意啊 身体不自主的这种震颤啊 就是这种震颤 我们以前说过这事啊 小孩之所以不好动 是因为小孩没办法配合啊 无法配合人的这个 但是这个老人呢 他自己他不愿意 他主观上没有这个 但是在客观身体条件里 一直在抖 还好他这个抖是比较有节奏的 我能顺着他这个抖的这个 做操作啊 以前好像处理过 当时说过这个 帕金森这个问题 比较少啊 但是上次那个病例 好像没这么多 这个已经有一点 快到外到胆子流 这种架势 这外层也能有点狡化了 还好抖的这个幅度 还不是特别大 有一些这个 这个帕金森患者这个震颤的这个幅度非常大 那个去做外耳道操作就很困难 古墨是好的 看一定是在抖 好 现在已经将大块的清理掉 最后呢 再看一眼 好 这个已经结束了 这个是看他的手 看他的这个手 原来不自主的这种震颤 最后呢 是一个外耳道的 我考虑一个是不太典型的真菌 就这种 一层的这种豆皮儿样的改变 这个操作就很简单 把它剪掉 这个处理掉就行了 今天的视频我们就到这里结束了 谢谢大家的收看 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